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吗 姑且算是吧 假使现在真理无法说服你 稍后的事实也会令你信服 不久将有另一个暗杀你的行动 而且这次会成功 从现在起 法瑞尔 你等于是个死人了 拜伦抬起头来 慢着 这件事和你个人究竟有什么厉害关系 我是个爱国者 我希望看到众王国重获自由 都能拥有自己选择的政府 不 我是说你个人的厉害关系 我不能光是接受理想主义 因为我不相信你有 这样说 要是冒犯了你 那我实在很抱歉 拜伦一字一字一字的坚决说道 终敌再度坐下 他说道 我的土地全部遭到没收 在我流亡前 被迫接受那些侏儒的命令 就让我很不舒服 离开自己的土地后 我开始渴望重建一个太暴人来临前的时代 让我能做个像我祖父那样的人 这种念头 过去从未如此强烈 我想要发动一场革命 这个实际的理由 高不够充分 令尊本来可以担任这场革命的领导者 你辜负了他 什么 我 我才二十三岁 对这些都一窍不通 你可以找到更适当的人选 我肯定可以 可是除了你 别人都不是令尊的儿子 假使令尊遭到杀害 你就是新认的维迪莫斯墓主 只要你拥有这个身份 即使你才十二岁 而且还是个白痴 对我一样是无价之宝 我需要你的原因 和太暴人必须除掉你的原因 完全相同 若是我的动机 无法令你信服 他们的动机 必定可以 你的房间里 有颗放射线弹 它唯一的目的就是 取你性命 还有谁 会想杀害你呢 中敌耐心地等了一会儿 便听到了对方 小声地回答 没有什么人 据我所知 没有人会想要杀我 那么 有关家父的事 竟是真的 那是真的 将他视为战祸的一环吧 你认为我这样想 就会好过一点吗 也许有一天 他们会为他树一块纪念碑 还是具有辐射明文的 你在一万英里外的太空都能看得见 这样就能使我高兴了 拜伦的声音渐渐变得有点刺耳 中敌等着听下面的话 拜伦却没再开口了 于是中敌说 你准备怎么做 我要回家去 所以说 你仍不了解自己的处境 我说了 我要回家去 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 如果他还健在 我要把他救出来 万一他遇害了 我要 我要 住口 这位老大哥的声音 变得冷酷而烦躁 你像个孩子一样的胡说八道 你绝不能到天武兴去 难道你不明白吗 我面对的到底是个婴儿 还是个奖礼的年轻人 那你 你有什么建议 拜伦南南道 你认识洛蒂亚的执政者吗 那个太暴人之友 我认识那个人 我知道他是谁 中王国的每个人都认识他 亨瑞克武士 洛蒂亚的执政者 你见过他吗 没有 我正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从未见过他 就不能算认识他 他是个蠢蛋 法瑞尔 我这么说不是比喻 可是 当维迪莫斯牧权 被太暴人没收后 那是一定的事 就像我的土地一样 会被转赠给亨瑞克 托付给他 太暴人会感到安全无余 而你 就是必须 去找他 为什么 因为亨瑞克 至少对太暴人 有点影响力 即使只是个谄媚的傀儡 所能发挥的影响 他也许能设法 使你复位 我不这么认为 他更有可能 将我交到他们的手里 的确如此 但你 会提高警觉防范 多少还是有机会 躲过一劫 记住 你拥有的头衔 既珍贵 又重要 但它不是万能的 从事这种密谋活动 最重要的是 要面对现实 民众基于感情因素 以及敬重你的家事 的确会聚在你的身边 可是 要长期留住他们 你就需要 大量金钱 拜伦思索了一下 我需要时间做决定 你没有时间了 那颗放射线弹 放到你的房间后 你的时间 就用完了 让我们采取行动吧 我可以给你一封介绍信 让你去见 洛迪亚的亨瑞克 这么说 你跟他很熟咯 你的一心 从来不肯松懈 对不对 我曾经代表 林根的独裁者 率领使节团 前往亨瑞克的宫廷 他低能的心智 也许早已忘了我 但他不敢表现出来 我的信 能为你引荐 然后 你可以见机行事 早上 我就会把信交给你 中午有艘太空船 飞往洛迪亚 船票 我准备好了 我自己也会走 但我会寻另一个途径 别再逗留 你在这里的学业 全部结束了 对不对 还有一个 学位授予一试 只不过是一片羊皮纸 对你有什么重要的吗 现在不了 你有钱吗 足够了 很好 太多 反倒会引起怀疑 他突然 尖声喊道 把瑞尔 拜伦 从激进恍惚的状态中 惊醒过来 什么事 回到同学那里去 默默行动 别告诉任何人 你要走了 拜伦 默默地点了点头 在他心灵深处的 某个角落 仍想到 任务 尚未完成 自己就这么一走了之 算是辜负 命在旦夕的父亲 他承受着一种 无奈的悲苦 父亲应该多告诉他一点 应该让他分担那些危险 不该让他如此盲目行动 父亲在密谋中扮演的角色 他既然知道了真相 或者说 至少知道的多了点 父亲叫他从地球文献中 寻找的那份文件 也就越发重要了 可是 他已经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取得那份文件 没有时间怀疑这一切 没有时间拯救父亲 或许也没有时间 活下去 他说道 我会照你的话去做的 忠敌 桑德忠敌 在宿舍外的台阶上 停了下来 向大学校园 瞥了一眼 眼光中 显然没有赞许之意 然后 他沿着砖铺的走道 向前走去 自古以来 位于都市的校园 都喜欢营造一种田园风貌 这条蜿蜒的走道 便建在这种 人工田园中 他能看到 城中唯一一条大街的灯光 在前方闪耀 而在更远的地方 则映着永不惜指的 放射性蓝光 白天 那种光芒被日光掩盖 现在则看得清清楚楚 可算是史前战争的 无言正词 中敌抬头 望向天空 暗自寻思了一会儿 在那遥远的星云深处 曾有二十几个互相争斗 不断扩张的独立政体 五十多年前 太暴人突然从天而降 一息之间 结束了这些政体 如今 在毫无预警 且措手不及的情况下 死亡的宁静 竟然即将降临 当初的巨变 有如晴天霹雳 至今 他们尚未完全恢复 现在仅剩某种抽搐 偶尔会徒劳无功地 刺激一两个世界 想要将这些抽搐 组织起来 安排他们 在适当时机同时发动 将是个很困难 很漫长的工作 好了 他在地球的闲散日子 过得够久了 如今 已是该回去的时候 此时 家乡的其他人 也许正试图联络他 把讯息 传送到他的房间 于是 他稍微 加快了步伐 他走进自己房间后 果然收到远方传来的波数 那是一种 私人波数 其安全性 无庸置疑 保密程度 亦无丝毫漏漏洞 这种波数 无需有形的接收器 也无需任何金属 或电线 捕捉周遭 微弱飘忽的跃动电子 他们承载的细微电脉冲 是从五百光年外的 另一个世界 经由超空间 传送过来的 屋内的空间 已经极化 随时可以开始收训 空间的随机性 已被抚平 然而除了收训 没有其他方法 能真知空间的极化 在这个特定的空间中 只有他自己的心灵 可充当接收器 因为只有他的神经细胞结构 才具有那种特殊的电性特征 得以与传送信息的再波数 产生共振 讯息的保密性 与他脑波特征的唯一性 同样绝对 在整个宇宙的千兆人口中 想要找到另一个 与他足够接近的人 能接收到他的私人波数 这种几率 仅有一兆分之一 呼叫 从无忌 空虚 且不可思议的超空间 呼啸而来 中敌的大脑 感到了轻微的刺激 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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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送讯号 比接收讯号 复杂得多 必须使用某种机械装置 产生一个极其特殊的载波 才能将讯息 传送到 笔端星云的接收器 这个装置 就藏在他右肩的试扣上 当他踏入集化空间后 发讯装置 自动触发 接下来他需要做的 只剩下全神贯注的 刻意 驱动思想 我在这里 根本不需要其他的识别讯号 单调重复的呼叫讯号 随即停止 他心灵中开始有话语形成 我们问候您 阁下 维迪莫斯墓主 已遭处决 当然 这个消息尚未公开 我并不惊讶 有没有其他人 受到牵连 没有 阁下 墓主 一直未做任何口供 他是个勇敢 且忠诚的人 没错 可是光有勇敢 和忠诚 还不够 否则 他也不会被捕 轻度的胆怯 或许更有用 没关系 我跟他的儿子谈过 就是那个新墓主 他已经跟死神 打过照面了 我们将要利用他 可以请问 如何利用吗 阁下 最好还是让事实 回答你的问题 如今 为时尚早 我当然还无法 预见结果 明天 他将启程 去见洛迪亚的 亨瑞克 亨瑞克 那年轻人 将有生命危险 他是否知晓 我已尽我所能 告诉他了 忠敌 以严厉的口吻达到 在他尚未有所表现前 我们不能对他 太过信赖 就目前情况而言 我们只能认为 可送他去冒险 就像其他人一样 他牺牲掉 无妨 相当不足惜 以后 别再送迅到这里来 我马上 要离开地球 做了一个 表示结束的手势后 忠敌便在心中 切断了童话 然后 他平静地 慎重地回想 并衡量着 过去一整天 发生的 每一件事 他渐渐 展露笑容 每件事 都安排得完美无缺了 这场戏 将自动演到 落幕为止 没有任何一环 要靠运气 第三章 机会 与万表 太空船脱离行星表面的第一个小时 是整个旅程中最平凡无趣的一程 升空前后 总是一团混乱 几乎无异于远古时代 在某条太古河流中 人类第一艘独木舟下水时的情景 你找到了舱房 将你的行李安置妥当 随即感到周遭 有一股陌生而莫名的紧张气氛 最后一刻的亲密拥抱 总是伴随着高声的喧嚣 等到嘈杂声渐渐消失 便传来气闸关闭的沉闷坑枪声 当闸栓向内自动旋转时 空气中又响起一阵洒洒声 闸栓就像个巨大的钻头 将气闸紧紧密封起来 接下来则是诡异的禁忌 每间舱房的红色讯号灯随即闪起 调整抗加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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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人员在走廊上来回奔走 随手敲着美扇舱门 然后猛然将门拉开 对不起 请穿上抗加速一 于是你开始与抗加速一奋战 它又冷又紧 穿在身上很不舒服 但它连接到一个液压系统上可以吸收升空时引起的令人难受的压力 远处传来核能发动机的笼笼声 由于尚未穿透大气层 发动机仅处于低功率状态 然后 抗加速一中缓缓减压的油液传来一股力量令你感到几乎要不断后退 等到加速度减小时你又觉得慢慢向前移动 假如你在这段时间未曾感到恶心 可能整个旅程都不会再发生太空运 在最初三小时的飞行中 观景室不对旅客开放 等到将大气层远远抛在后面 观景室的双重门快打开的时候 门外早已排了长长一列队伍 通常行星族 换句话说就是从未到过太空的人 出席率是百分之百 然而不少经验老道的旅客也不愿放过这个机会 毕竟从太空中眺望地球是旅客必看的奇景之一 观景室是太空船外皮上长出的水泡 由两英尺厚的钢化透明塑料制成 形状还真像半个肥皂泡 现在太空船不再受到大气与尘埃粒子的摩擦 因此一缸制成的伸缩保护盖收了起来 室内的灯火尽数熄灭 看台上则挤满旅客 在地球反照的辉映下 每张望向炸了外的脸孔都清晰无比